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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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非常欢迎海外来的贵宾 还有皇家 还有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还有最重要的在座的爱多美的家人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喜欢传校来到这边的人举个手好不好 还是有部分的疯子 传校这个名词 确实是让人掉很多鸡皮疙瘩 对不对 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 所以因着这样 爱多美的诞生 会让传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完全的改变 所以爱多美一直在讲 说爱多美会创造什么的历史 传销的历史 OK 好 因着这样呢 好 这个没有开 好 爱多美会重新改写什么 传销的历史 为什么各位 因为传销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字面上写的爱多美是免加入费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很多传销里面 所谓的大家都觉得 这一个可不可以不要的东西呢 爱多美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各位 爱多美全部除掉了 所以爱多美在这个传销的环境里面呢 写了一个一个新的一个历史 再来它以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可以走到全世界的理念 以后爱多美要除分笔 不够绝对品质 大家觉得正善善略 会不会走到全世界 每一个只要是人 会不会喜欢正直又善良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呢 喜欢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爱多美 进到全世界是有没有问题 没有 大家都什么 举双手欢迎爱多美 这样的一个公司 了解吗 所以因着这样呢 爱多美绝对有良的品质 绝对低廉的价格 再来呢 让我们消费者呢 都可以省到钱 对吗 再来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 网路创业的机会 而且这个网路创业的机会 需要我们大量的投资吗 不用 爱多美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做好了 做好以后呢 就让我们只要 透过爱多美的平台呢 都可以自由的分享 自由的分享 不需要昧着良心 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什么 爱多美要从学 传销的历史的 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认识爱多美的本质以后啊 就会认识到什么 实际上传销的本质 知道吗各位 爱多美的本质 大家好好去认识以后 就会认识到传销的本质 那传销的本质 本来就是什么呀 以俊夫的概念 让没有机会的人 可以透过一个平台呢 可以怎么样 脱离贫穷 可以创造一些财富 但是呢 坊间的一些传销 到现在的历史来看是 只有少数人可以成功 多数人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各位 啊 造成听到传销就怎么样 批评 传销公司因此而 一直不断的被批评 因为只有少数人 只有有能力的人 他的本意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先从 企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来 看一下 艾德美公司好不好 那艾德美公司的产品 什么样的产品各位 是不是生活必需品 对吗 那日常用品的生活必需品 它是不是一个 红海市场的一个产品呢 对吗各位 啊 表情都还在睡觉吗 还怎样 刚才太兴奋 现在要休息一下 可以回应一下好吗 回应一下啊 艾德美的产品是 日常生活用品 对不对 日常生活用品 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 这一个行业会消失 不会嘛 但是这个 这一个市场是不是 非常的非常的 竞争激烈呢 对吗 竞争激烈到大家都说什么 红海的产品 艾德美产品是不是 红海的产品 是确实没有错 生活用品嘛 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得到 对不对 但是呢 艾德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销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艾德美是以什么 蓝海的一个策略 蓝海的策略 蓝海的策略是什么 各位看看 我在这边简单的画一下 一个流通业啊 流通业 各位 艾德美是一个法律上 法律上是不是一个传销公司 是不是 那实际上它是不是传销公司 实际上 是 法律上是传销公司 那我们讲一下流通业好了 流通业 好 流通业 传销是不是流通业 对吗 百货公司算不算流通业 对 再来 Seven算不算 全家都算嘛 对不对 大卖场算不算 大卖场算嘛 那TV home shopping算不算呢 也算 这些其实都是流通业 网络 网络行销算不算 都是流通业 对吗 这些都统称是流通业了 但是在流通业里面 艾德美是一个传销公司 传销有的东西 艾德美有没有 其实艾德美是没有的 艾德美只有一个 什么 只有一个什么 奖金啊 只有一个奖金制度在里面 有没有其他东西各位 没有其他东西啊 大家知道中国信托是银行还是传销业 中国信托它属于传销业了解吗 只要有几代的奖金的话 就有什么 就会归纳到传销 所以公平教育员会会管理他们 对吗 那艾德美实际上是在哪一个行业里面 互联网时代的 网络行销 对不对 网络平台 对吗 那网络平台来 网络平台的话 网络平台哪一个公司 亚马逊也好 对吗 还有淘宝 阿里巴巴 还有什么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行销 他们有没有 奖金呢 各位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这个就是艾德美的本质 了解吗 在没有任何的条件下 它是一个网络平台 所以它可以 可不可以整很多的经费 对吗 它在网络平台行销 它不需要租店面 它不需要有很大的卖场 等等 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 所以呢 怎么样 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一个南海 没有人尝试过的 虽然它是传销 但是呢 它在网络上行销 对吗 因着这样呢 它的营运成本降低非常的多 也不需要做广告 了解 所以呢 它是以南海的方法 没有人尝试过的 南海的方法来 来做这个 做这个事业 所以呢 那爱德美是传销公司吗 还是网络行销 都是 都是 网络行销也可以 以传销的方法做 但是 它没有压榨我们一毛钱 对不对 对吗 反正大家要用的东西嘛 对不对 它进一步还有什么 其实还有绿海策略 绿海 绿海 绿海策略什么 绿海策略的意思是 现在最新的一个行销模式 了解吗 以后的公司行销 以后的企业呢 一定要走到这一步 就是感恩 再来是自恩 再来是报恩 了解吗 这些呢 以后 连协力厂商 公司的员工 还有会员 消费者会员 给大家一起共享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代来临了 就这样的公司 世界目前啊 以我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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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现在哪一家 埃多美一家 只有埃多美 OK 所以呢 大家了解埃多美的本质了吗 再来呢 所以埃多美要跟谁竞争啊 大卖场竞争 对不对 埃多美跟大卖场竞争 大卖场竞争的话 就是已经 在流通业里面最低价是哪一个 大卖场 对不对 所以呢价格比什么 大卖场 还要便宜呢 但是品质呢 是不是百公司的品质 对吗 是百公司的品质 所以这个变成什么 变成精品 了解吗 精品大众化 所以这个叫大众精品 大众精品就是埃多美的策略 了解吗 OK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埃多美又改写什么 应该这样改写流通业的历史 你看看 105年度 338家多层传销工 这是 谁报告的公平交易委会发布的 338家做了多少业绩 881亿的 这样的业绩 一年的业绩 206年 106年 106年度 大卖场量饭业做了多少 2000 2000亿 一年的营业额 再来呢 全脸 全脸系统 全脸系统做了一年做了多少 1000亿 所以300多家的传销公司呢 他做了800多亿 但是一家的全脸就做了多少 1000亿啊 所以有没有发现到 传销公司的做法 他没有 没有办法变成什么 大众的市场知道吗 只是一个小众的市场 所以爱多美把自己的定位放在哪里 各位 爱多美 爱多美把自己的定位 没有放在传销公司这一边 他只是有一个什么 奖金制度 对吗 但是爱多美你看短期内的一个 大家看到那边 左边有没有看到 我的左边 大家的右边 有没有看到梦想白鸟 我们白鸟是 韩国 韩国人叫天鹅是白鸟了 了解吗 在韩国 那白鸟的意思就是100兆的意思 就100兆的意思 爱多美的年营业额的目标是多少 100兆韩币 100兆韩币就是多少 3兆的台币啊各位 了解吗 3兆台币的35%就是到哪里 差不多1兆的钱呢 会到哪里 会到每一个人的口袋里面 了解吗各位 这个是爱多美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 营业的目标 所以爱多美没有把自己定位呢 放在一个传销的里面 要大家清楚的了解这一点 那商业模式呢不断不断的演进 对不对 从什么经销商啊 从什么 从那种这个加盟店啊等等 现在加盟也很多嘛 对不对 再来呢有 有什么 有这个传直销的模式啦 直销的模式啦等等 再来呢就是互联网的概念 网商的概念 对不对 那这些都有没有风险 有风险很大 要投资很多钱 有很多的固定的钱 要放在里面 不能动用等等 对嘛 那大家觉得爱多美是在哪一块 爱多美 爱多美是在网商这一块嘛 刚才讲了 对不对 对嘛 那爱多美有没有让我们参与在里面 那一般的公司有没有参与在里面 没有 要清楚这一点 所以在爱多美我们成为什么 成为什么 消费商就好 消费商了解吗 消费商做什么 爱多美把系统呢全部架构好了 我们只要用该用的东西对不对 以后呢把这一个好的东西分享出去就好 也不用投资 也不要做什么事情 只要把这个好的事情分享给自己所爱的 自己所关心的人就好 了解吗各位 这就是爱多美的一个本质了 所以消费商的八道特性是什么 可以与别人的不只是产品 而且是什么 关怀与机会 再来呢 花本来就要花的钱嘛 但是赚本来赚不到的钱 但没有员工不需要付出薪水 对不对 所以没有风险 再来呢 是资讯分享者也是什么 也是什么财富自由的一个精英者 再来 是最轻资产的三摩斯 大家同意吗 再大声一点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大家大爱多美投资很多钱吗 不用 对 不用 再来 可以是第一职业 可以是第二职业 对不对 大家自由看自己的选择了 看自己的环境 看个人的情况来调配 对吗 那第七个呢 消费者可以什么 参与在利润的分配 了解 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大声的念 让这个盖子给打开 这个是最重点的 一起 一二三 消费者 可以 参与利润的分配 对啦 就是这样啦 可以参与在利润的分配 各位 对吗 所以这个呢 以后绿海策略中 必然的趋势 必然的趋势 来 那企业引用的本质在哪里 企业引用的本质 真的是用在哪里 开始 从爱心开始 爱 一定要从爱出发 了解吗 所以爱多美设定为什么 珍爱灵魂的企业 了解吗 真是以心里面 来珍爱这些灵魂 那灵魂讲什么 讲鬼吗 不是珍爱鬼了 灵魂就是讲人的一个深处 人的深处嘛 对不对 我们爱一个人的话 我们会伤害他吗 所以产品要做非常好的产品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珍爱这个人 我们把他当成什么 当成工具 赚钱的工具吗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公司想尽办法 把钱花在道口上 以后呢 价格一压 一压压压压压 压到最低 对不对 还有说衍生出来的利润呢 大家一起分享 对嘛 再来呢 是顾客什么样 成为赢家 所以爱多美把这个顾客 成为赢家 是他最大的目标了 再来呢 全世界 全世界最大的上级是什么 文思人先生说 消灭什么贫穷 所以把利润分享给我们的消费者 还有一位很有名的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什么话 他说让人类快速的进步 快速的进步 这件事情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 但是要成为世界首富 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世界首富 所以我现在前面做的这位成功者 我相信他们都是什么心 什么样的心呢 都是把这么好又便宜的产品 不断的分享给周围的亲朋好友 以后呢 在这边变成王冠大师 皇家大师 星光大师 都纯粹的什么 纯粹的意外 所以未来的财富涌向哪里 我们彼得斯拉克先生说 未来的知识 未来的财富会涌向哪里 知识的传递者 还有什么实践者 但是这个有条件 这个条件是 他必须要对人类有贡献 必须要什么 善的 善的知识 大家同意吗 各位 爱多妹是对人类有没有贡献 有 是不是善的 是的 所以我们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善呢 透过我们呢 透过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 帮助很多人 了解吗 那爱多妹2017年首次进入世界 传销三四名 那公司的命脉是什么 实际上是产品才是命脉 对不对 比百公司还要好的 比百公司还要好的品质了 各位 爱多妹 比大卖场还要便宜的价格 所以呢 品质高价格低 一定有人排队 对不对 我其实我爱多妹第一次接触 也就是因为这样接触的 那爱多妹的背后的力量什么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还有什么 百年的企业 科码 两个结合起来就叫科码BNH 由爱多妹来什么 行销 全球 那这个是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它是在世界上呢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研究机构 再来这是韩国科码 这个工厂是亚洲最大的工厂 一天生产量 100吨的化妆品的一个生产量 为了什么 为了以后因应中国大陆 那这一个呢是 未来创造科学部 登记的第一号的企业是什么 就是研究所企业 一号科码BNH 那两位是一个科码的负责人 跟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的院长 两个人在签院议室 签院议室 好 那爱多妹有三大文化 三大文化 原则中心文化 共同成长的文化 还有分享的文化 大家觉得原则中心重不重要 其实原理原则是非常简单的 放下自己的贪婪 对吗 放下自己的 以后呢 很简单 公司也是原理原则 就是很简单 好东西便宜嘛 会不会排队啊 人人都会排队啊 那所以我们也放下 利用别人的心 好好地来做 爱多妹 安部酒吧来做 一定会成功的 再来呢 共同成长的文化 再来什么 再来是分享的文化 就是爱多妹不断做公益 对不对 做了非常多的公益 公益 所以爱多妹的奖金制度 是双轨 无限带 无限累积 所以不成功 是不是奇迹啊 刚才我们的中王大师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 怎么样做爱多妹就好 各位 先用用看 来看看 做看看 OK 所以爱多妹有什么 三大的成功系统 今天的成功学院 还有什么一日研讨会 还有什么中兴的课程 等等 这些都会帮助我们 不断的成长 了解哈 不断的成长 以后呢 卖上 让我们卖上成功 所以这些图案都是什么 成功学院啦 这些 还有一日研讨会 还有我们的中心 会帮助我们成长 对不对 这个是公益活动 公益活动 那我们生活必须是我们的什么 是一辈子的寨主啊 我们是淹没在这里 对不对 必须要工作 满足这一些 这个一定要用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一个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什么 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可不可以变成什么 从负债变成收入 可不可以 可以在爱多美就可以了 所以爱多美的九大特性 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 这个念完就结束了 一起念大声的念 让房盖都给他 这个掀起来好不好 来一起念 他给予人们的不只是产品 是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还带有关怀以及达到自己与家人 周围的亲朋好友 到全世界的人成功的机会 再来继续 花本来就要花的钱 生活必需品的购物平台 赚本来赚不到的钱 没有什么条件的 把35% 分享给满意而不断分享的顾客 再来呢 是个人事业 没有风险 再来呢 对 人们 是什么 大声一点 OK 好 再接下来 第五个 是追性资产的商业模式 免加入费等等等等 不用念了 这些 第六个 可以是第一职业 第二职业 对不对 也可以是第二职业 第七个 消费者可以参与在 利润的分配 分享的经济嘛 对不对 第八个 拯救没有机会的平凡人 脱离贫穷的使命 一起重学 传销的历史 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成为有爱心的 快乐的分享者 对吗 艾登也把这一切 什么样 白白的给我们了 各位 好不好 好好抓住这样的机会 一起来 成功好吗 好 谢谢大家